在南京西路的天坑這邊呢 整個開挖的行動持續在進行當中 整個維修搶修是從早上就開始進行 也從凌晨發現它下線之後呢 所有的管路工程單位通通都進駐到現場 而且現在台北市的土木技師公會的理事長也到現場 他全程都監控 我們現在請教看看 目前開挖到現在 它目前搶修的狀況是怎麼樣 現在目前從昨天凌晨 開始我們到今天早上開始開挖 我們可以看現場大概都已經把所謂的 原本的AC層都剃掉 那它就最主要是要針對坑洞的地方 下線的地方 我們用低強度的混凝土 整個做一個填竹 目前大概填到的目的就是現在這個狀況 那我想因為今天我想應該就可以把 這個路面的部分都可以把它填竹完成 是不是有時間限制了 因為包括這個瓦斯跟飲水都有受到影響 對 那現在啊 因為有有幾個管線它比較重要的 而且它如果下線 如果造成斷管的話會產生比較大的影響 一個叫做是高壓的自來水管 這邊有兩支一支300的 就是30公分跟20公分的高壓自來水管 已經都斷水了 那它斷水的原因是因為 它如果經過下線斷掉的話 它的壓力噴出來那個水壓是非常大的 所以目前自來水管已經把它斷水 那現在目前用軟管的方式 做臨時的接水 這是自來水管 那第二個部分的管線是瓦斯管 瓦斯管如果說今天下線的時候 如果漏氣的話 我想這個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有關瓦斯管的部分也把它斷掉了 所以自來水的部分今天應該是可以接通 那瓦斯管的部分 今天如果要填除到明天大概一個段落 很穩定了 瓦斯管的部分可能也可以把它接通 是 所以今天晚上回填的時候 應該預計是聯合嗎 我們判斷上面應該在凌晨12點之前 應該表面的這些回填的動作 基本上都可以把它填除完成 那明天要做什麼 明天基本上是要針對 比較深層的地質條件 有沒有疏鬆 所以明天可能會針對透地雷達部分 要先去做一個檢測 檢測完之後 如果有疏鬆的地方 我們再做磚孔 再做地壓灌漿 去做地桿的動作 那確保深層的地質跟地表的地質 也都穩定的時候 我們才有辦法進行下一步的一個 我們路面修復的動作 是 我們可以看到 目前整個開挖的過程 還在持續進行 而且整個過程當中 最重要的就是要確定說 裡面的孔洞都有完全的回填 來確定說這邊附近的住戶 還有建築物的整個結構 不會受到影響 這也是進行工程最主要的目標 那現在目前怪手 除了把混凝土直接填到天坑裡面之外 也持續地把路面鋪平 希望能夠盡快恢復通車 也恢復附近住戶的信心